第281章 河海之争 坐在一座小木屋内 喝了一口女官奉上的香茶 不一会 一位孝依女子走入木屋 微微欠身 见过吴侯 本宫搞速在身 不能全理 陈洛连忙起身还礼 不敢 是落来的冒昧 打扰公主祭祖了 平阳微微摇头 示意陈洛坐下 自己则坐在陈洛对面 柔声说道 今年世家族整时继日 故而礼仪完备了一些 按理本宫不能见外人 还请吴侯担待 不过吴侯一手问世间情味何物 执教生死相许 引发燕秋之上双雁比翼 这就必须要当面败谢一番 陈洛看着那平阳 一身束缚 越发显得娇媚 标准的鹅蛋脸 犹如大将精心雕琢一番 弧线圆润 给人清净之感 眼中虽寒秋水 那又被一双阴气的深眉 遮盖了女子之弱 论容貌 与六世姐都可以一比 不过比起六世姐的云淡风轻 平阳则透出了一股雍容华贵 举手投足之间 气韵自显 人间富贵花呀 陈洛微微测开直视的目光 说道 本侯也是听了燕秋公主的往事 有感而发 区区随手之作 让公主见笑了 平阳笑道 随手便是传世之词 吴侯果然是大才 陈洛张了张嘴 觉得这话怎么接 好像都不对 索性端起茶来品了一口 平阳也端起了茶杯 完蛋 气氛尴尬了 都怪平时装习惯了 那句话脱口出 怎么办 怎么能打开这个聊天的突破口 陈洛看了一眼向几轩 向几轩眼睛看着木屋屋顶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不要看老夫 老夫是百战大儒 只会打仗 陈洛又看了一眼杨千里 杨千里仿佛觉得 这个木屋的构造特别新奇 正在用眼神仔细研究 侯爷 你不要怪卑职 你刚刚那句话 卑职也不好给你缘啊 平阳看着陈洛左右飘忽的眼神 也是一笑 倒也觉得这个少年侯爷 不似传闻那般天人之姿 而不好接触 于是主动开口问道 吴侯自东苍而来 不知有何要事 陈洛松了一口气 连忙开口 将想要在乐牙城 修建港口的事情说了出来 平阳听完之后 微微醋眉 半嗓 才对陈洛说道 吴侯 此事 平阳无法答应 陈洛一惊 为何 港口一见 对乐牙城也有避意啊 平阳苦笑一声 对乐牙城自然有帮助 可在有些人看来 就是如芒刺背 如耿在喉 如坐针毡 陈洛略微一转念 瞬间反应过来 河海之争 所谓河海之争 指的是运河与海运的利益之争 简单来说 就是原本运输 只有运河一条道 那运河沿岸 无论官员家族 还是饭夫走卒 都能吃得盆满钵满 如果陡然再出现一条海运线 那就等于 是从这批人的手里 抢夺利益了 乐牙城虽然是运河的终点 倘若海运兴起 同样不会折损半点损失 甚至因为海运的便捷 而更上一层楼 但是对于乐牙城内的大家族来说 却并非如此 这些家族在此地经营日久 早已完成过来利益划分 甚至通过联姻 拜师等方式 将运河沿途的各种关系 都结合了起来 如果突然出现了海运 那等于他们又要陷入一个争夺的战场 甚至要放弃数百年结成的关系网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来说 这都是巨大的挑战 可是 陈洛无奈说道 我目前只是想打通东苍城与乐牙城之间的海运啊 平阳公主无奈摇头 没用的 你放一个海港在那里 就意味着推开了那扇门 本宫是可以答应吴侯修建海港 但是难保不会有人天天破坏 说句实话 当年东苍城出力 朝廷开设苍武海运 才短短一年不到 就掩其西谷 那其中所谓的海妖冲击 若说没有这些家族的影子 本宫是不幸的 陈洛陷入了沉默 原以为只是来要快递 建个港口的事情 居然扯进了这么大的利益纷争里 返回住处的陈洛 一直都没有说话 像几轩和杨千里 也在陈洛身边保持沉默 他们也不是庸鹿之辈 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难度 因此 不敢打扰陈洛思考 陈洛此时担忧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乐牙城的港口脱不得 按照秦当国的说法 东苍城内的粮食不够了 毕竟仙湖老祖赠送的那一支狐妖运输队 也不能连轴转 总要休息的 另一个就是 未来仓无限如何重新打通 噓 噓 噓个锤子 一道声音在陈洛身后响起 陈洛转个头 就看到物理涛抱着一根 逐杖鞋靠在墙上 物理师伯 你怎么来了 物理涛双手飞舞 传音道 你六师姐担心你 让我在后面跟着 这个事情你不要担心 什么利益 什么河海之争 你师父就说过 打过去就完了 管他什么水妖 就算龙族来抢船 打死就完事了 还怕什么 你师父就说过 越复杂的事情 越要简单处理 遇到不会说话的 先说 说了不听 再打 遇到会说话的 先打 打服了再说 陈洛听着物理涛的传音 心中猛然一亮 是啊 我在担心什么 眼下的情况 和当初不一样 等东苍城发展起来 用的是自己的兵 自己的将 自己的船 大萱又管不到我 你要是勾结海妖 来劫掠 我就直接打死 打死三千万水妖 看谁还敢打航线的主意 欲试不决 一锤定一 现在还不需要考虑 那样长远的事情 至于眼下嘛 伟大领袖不是说过 团结大部分 打击一小撮吗 简单点 让大部分人都看到好处 然后好好修理一番 那一小撮不就行了 唉 平时君子太久了 都忘记一步到位的手段了 陈洛 招物理涛 恭敬一礼 感激点拨之意 物理涛摆了白手 打了个九格 或许会需要师伯出手 可 要 要 要得 燕秋 平阳公主展开 陈洛送来的信件 看着上面的 写着的一条条计划 脸色有些古怪 公主 吴侯有什么计划 一直跟着她的 那位女官问道 平阳公主 随手将信件交给她 女官扫了一眼 吃惊道 公主 这吴侯的计划 实在太 咱们不能答应啊 平阳公主 反而有些跃跃欲试 为什么不能答应 这 这么一弄 咱们乐牙城不是乱了吗 不好吗 平阳公主喝了一口青粥 说道 那些大家族 本宫早就看烦了 若不是他们 娘亲会被逼去祖地修行吗 再说了 能乱到哪里去 就这么办 去 用城主印 把那片地方 画给东苍城 吩咐下去 既气未满 我任何人都不见 任何人的适者也不收 暂时取消 乐牙城官员的 气韵官术权柄 就说 本宫要以气韵 为乐牙城祈福 还有 将乐牙城 所有的士族资料 都给吴侯送去 别让吴侯吃了亏 女官看着一脸 兴奋的平阳公主 叹了一口气 可别出什么大事了 平阳公主怂怂间 偶然露出了一分 小女儿的神态 反正我在祭拜祖宗 我什么都不知道 陈洛信上说了 乐牙城有什么损失 她赔 她是武道之主 又是圣人弟子 一座乐牙城而已 赔得起 女官也是无奈一笑 嘟囔了一句 让男人赔 倒还真不知道 谁赚谁赔啊 第282章 用魔法打败魔法 陈洛看着平阳公主 送来的士族制 一支笔在上面圈化着 乐牙城士族 总计16家 其中9家 目前有大儒坐镇 以和 吕 十三家为首 和家 运河派最坚定支持者 家主和不畏 母亲是一位娇龙女 二品修为 成为家主后大肆扩张 眼下为乐牙城士族之首 吕家 乐牙城本地老牌家族 家主吕常乐 自乐牙还是常乐之时 便在此立足 于中小士族中 威望最高 坐镇大如二品修为 施家 原是兰州青波城家族 一个甲子前 千至乐牙 家主施恩 坐镇大如二品修为 刘家 邓家 吴家 士族制很详细 不仅记录了各家族的具体情况 就连一些家主的形式作风 也有了一些介绍 陈洛将士族制翻完 心中对乐牙城 大致有了一番了解 从书房走到正厅 见到象己轩 正在和那几位大将沟通 这几位大将 之前在陈洛去见平阳公主的时候 就开始在乐牙城内 四下查探市场行情 看模样 也是刚刚回来 见到陈洛 众人纷纷行礼 陈洛问道 几位大将 预算可做出来了 其中一位大将拱手道 侯爷 我等大致了解了一番 按照乐牙城的物价和人工 简易修补港口 到能投入使用的程度 大约需赢200万辆 但若是要重新改造 海港激州边辅助 则需要用工2000人左右 需投入1300万辆 考虑到短时间内的需求 或许还要上升两成 陈洛点点头 嗯 海港是东仓未来的一条生命线 不用压着计算 规模大一点 就按2000万辆的预算 来做规划吧 辛苦诸位 先行拿出个计划出来 我们很快就要开工了 众大将点点头 在行义里 离开了正厅 各自忙碌去了 此时正厅里 只剩下象己轩和杨谦里 两人疑惑妄想陈洛 侯爷 杨谦里犹豫了一下 说道 银两不是问题 单单这几日 城内的土地交易 就不止这个收入 只是本地那些豪门怎么处理 陈洛淡淡一笑 坐了下来 又看向象己轩 象先生 您觉得这场战斗 咱们怎么打 象己轩猝起霉 老夫一辈子 在北京长城和蛮子战斗 倒从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 老夫觉得 侯爷在三国演义中说的 决胜三药速放之天下 而皆准 天时 地利 人和 树老夫直言 当年苍武海运被废弃 运河豪门如今数大根深 占据了天时 乐牙城本就是我等的克地 即便我等不缺银两 但本地豪门若是联手 掐死了物资与人工 我等也只能屠呼奈何 这便是地利 乐牙城百姓 早已习惯了运河之便利 对海运所得并无多少感触 我等又失了人和 天时 地利 人和 皆不在我 老夫觉得 此事还是需要从长计议 莫不如先回去 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告知秦镇首 让政务堂再拿出新的解决方案 至于东苍城目前的运输困境 老夫以为 不如我们这些老骨头多跑几趟 也能顶上一次海运了 陈洛文言 起身对向己轩行了一礼 说道 向先生有心了 不过 洛倒是愿意试一试 还请向先生相助 向己轩眉头一扬 连忙回脸 赶不从命 陈洛点点头 又对着杨千里说道 杨先生 你是乐牙城本地人士 能不能找到一些灵通之人 将消息迅速广泛播散于市井 杨千里冷了一下 随即说道 乐牙城是一座贸易之城 消息渠道本就五花八门 这样的人倒是好找 那就好办了 陈洛松了一口气 麻烦杨先生 先将我东苍要新建码头的消息 放出去吧 所需材料人工可以接触起来 但是 只问价不出钱 一分银子都不要花 向先生 辛苦你到港口之处 释放大儒威压 以证实此消息 我要乐牙城内的豪门 最快时间都知道这个消息 让他们赶紧联合起来 杨千里和向己萱 纷纷拱手领命 离开了正厅 陈洛坐在主座上 从储物令中 拿出了洛宏奴 给自己调制的饮品 喝了一口 脑中又过了一遍自己的计划 心中笑道 豪门 除了中京 哪座城有我东苍的豪门多 秦夫子此刻 应该忙碌起来了吧 东苍城 正是堂 刚刚建好的仪式大厅内 密密麻麻坐满了人 可别小看了这些人 每一个背后 都有着一家 至少大如坐镇的豪门士族 秦当国看着这些人 心中不禁感叹 谁能想到数月之前 东苍 还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城 秦当国礼了李医官 走了上去 朝众人行礼 老夫秦当国 给诸位家主问好了 众人纷纷起身回礼 一口同声道 见过秦镇首 秦当国是义众人坐下 说道 此次发帖 请诸位前来 是为了一件事 东苍城乃是一座孤城 城主大人遇开海港 连通乐崖城 此事 还需要诸位的支持 秦当国话音一落 整个义士堂 瞬间哑雀无声 乐崖城 何家 十几位家主坐在正厅里 纷纷交头接耳 不一会 身材魁梧的何家家主 和不畏施施然走了出来 哈哈一笑 是什么风把诸位 都吹到老夫这来了 老夫今日可不曾纳妾啊 施施家主施恩交集道 何兄 你不知道吗 那东苍城陈吴侯 预备在乐崖城 修建海港 是啊 另一位家主附和道 虽然目前说 只是往来乐崖与东苍 但是有一个海港在 难免就会生出更多的野心 不错 当初我等悔气之前的 那座港口 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了 何不畏 喝了一个娇俏 丫鬟奉上的清茶 听着诸多家主 议论纷纷 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 吕长乐 问道 吕兄 为何不发一言 吕长乐淡淡说道 我看何兄成竹在凶 又何必惊慌呢 何不畏又是爽朗一笑 这才放下茶杯 扫了一眼听众众人 诸位 消息我早已得知 诸位稍安勿躁 这个海港 他修不起来 纵然吴侯是圣人子弟 那又如何 诸位不要忘了 我等身后站着的 是近百家运河家族 我等联手 锁死人工 锁死物资 他要的材料一律不法 他拿什么修 难道要请竹圣亲自来一趟 施展无中生有的神通 就算他修起来了 能保得住吗 就算他保得住 届时那货物 就一定能上得了传吗 大事在我 他吴侯在东苍城 要怎么弄 都是他的事情 但是这个乐牙城 还轮不到他说了算 诗恩微微醋眉 此举 是否有些太过得罪了 要不然 我等和吴侯沟通一二 让他放弃海港 有事大家坐下来商量吗 大不了我等弥补一些 何不畏冷笑一声 施家主 你以为吴侯是什么人 他要的东西 你弥补的了 我何不畏奉劝诸位 这件事也不是我 何家一言而绝的 这后面 是那百家运河之族 吴侯身份尊贵 能扛得起这天大的压力 诸位若是跟着站在一起 怕是瞬间就被压碎了 我倒要看看 是谁会先出头 何不畏的话音落下 在场中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东苍城 议事大厅依然一片安静 能被家族分到东苍城 来开辟分支的家主 自然都不是蠢货 他们知道 支持港口意味着什么 说句实话 他们不想烫这趟浑水 天下豪门一家亲 谁没几个关系网呢 你说没有海运 东苍城物资匮乏 开玩笑 豪门家中 谁没有几个储物宝贝 大不了家里人多走几趟 说不定到东苍 还能卖出高价呢 再说了 这一室大厅中 可就有运河家族的分家 这种事 最好不要插手 风大浪急的 万一烟着了 自己就不好办了 同时 几个和城主府关系 比较亲近的家主 也微微皱眉 难道陈武侯这次要栽了 鲁莽啊 应该先私下沟通 找几个领头的出来啊 陈武侯没有经验 秦当国你这个浓眉大眼的 难道也没这点心思吗 糊涂 一时间 大厅内的家主们 纷纷低头品茶 似乎今日正式堂的茶水 格外香甜一般 秦当国将众人的表情 都收入眼中 也是叹了一口气 要收人心 路慢慢骑修远西亚 秦当国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侯爷传信 整座港口总预算 大约需要白银五千万两 其中东苍城 自出两千万两 余下的三千万两 以十两为一股 分为三百万股 目前暂时释放 第一批一百万股出来 请诸位家主解囊相助 城主将在海港之上 历史碑 捐客每家的购买熟料 以做证明 此言一出 众家主又暗自摇头 昏照 你若不说 没准有些人 还会看在面子上 私下支持一些 毕竟钱也不多 但是 你居然要明实其上 这就有点过分了 这一次意识 怕是要颗粒无收啊 秦当国继续说道 城主府令 凡购买一千五百股 可获得一百东仓城贡献积分 众家主猛然抬头 望向秦当国 要知道 如今的东仓城 最珍贵的 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 而是各种积分 比如贡献积分 比如论件积分 再比如将来会出现的五月学分 这些 可都是和珍稀宝物挂钩的 譬如目前的商铺 都是租借的 想要购买 可以 贡献积分达标就行 又譬如豪门的家宅 没有贡献积分 连竞拍的资格都没有 就为了这个 那些家族专门调来了本家大儒 深入大业岭 杀了不知道多少三品蛮血兽 才有了现在的家业 一个孩童 在武堂拿到一两个积分的奖励 就比父母辛苦一月挣得多了 所以说 在东仓城 积分比银钱要重要得多 且除了正式堂的任务以外 没有其他的获得方式 这一次 大放水了吗 一万五千两白银一百积分 算下来一百五十两亿分 哪里是不贵 简直就是白送啊 一位家主问道 秦镇守 当真 秦当国点点头 此时生效 众家主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他们也不是好忽悠的 这分明是要把他们 绑上同一条战船吗 此事还是需要回去好好研判一番 此时 秦当国又淡淡说道 此事 东仓城只是提前通知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将会通过大学明报 传遍天下 另外 每家最多只能购买三万股 一个时辰内购买 奖励的贡献积分翻倍 现在开始计时 秦当国说完 立刻就有政务堂人员 搬上来一个巨大的透明水晶 水晶中空 里面装满了水 水晶在上 下方是一个圆形的水槽 此时 水晶中的水阵 顺着水晶底部的小孔滴落下来 这是水漏 当水晶里的水滴完 正好一个时辰 此时那一滴滴的水落在水槽中 发出清脆的响声 仿佛落在了每一位家主的心头 诸位 届时名额被外州之人买卖 可不要怪我了 秦当国悠悠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们都是来东苍城分家之人 日后这里可是你们的根基啊 此言一出 人群中 孟氏 孟景辉猛然一拍大腿 我孟家又不是运河家族 这么好的事 为什么不答应 秦镇寿 三万股 我孟氏要了 孟景辉此言一出 其他家主下意识跟着喊道 某家也要 就是 我张家又和运河不搭建 张家也要三万股 秦镇寿 契约在哪 老夫这就签 前世有个说法 叫做沉默的大多数 那些整天叫嚣的 并不代表全部 甚至 他们才是小众的那一群人 真正的力量 是蕴藏在那 沉默的大多数之中 若是问大选有多少士族 恐怕很难有人给出具体的数量 但是签家是一定有的 而运河家族有多少 号称百家 但去除掉其中凑数的 不过三四十家而已 凭什么他们声量最大 因为河运在先 他们先行发展起来 海运家族比不过他们 而绝大部分的家族 只是冷眼沉默 旁观而已 陈洛的目的就是 要把这沉默的大多数 挑起一部分 书房之中 陈洛透过窗户望着天空 占据天时 我要你们知道 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再加一把火 陈洛想完 提笔写道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景 北燕南飞 小来水染霜灵醉 尽是离人类 探人间真男女难为之己 怨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新剧《西香记》预约 凡购买一万股 赠送首眼票一张 邀请三人购买 免费赠送首眼票一张 跟我玩家族大事 看我用魔法打败魔法 陈洛第一部 夺天时 第283章 月黑风高杀人夜 好寂寞啊 傍晚的夕阳照射在中京城 徐老七骑着自己那匹老母马 溜达在街头 自从八大青楼北去东苍之后 每到傍晚时分 徐老七就没地方可去 虽然说城内的青楼依然繁盛 但是终究不一样了 再也没有可以正正精精听取的勾篮了 为救李郎黎家园 徐老七哼唱着东苍传来的曲调 可惜 不能亲自去东苍听一听 倒不是徐老七去不了东苍 而是这部戏 如今一票难求 据说已经排队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之前自己的上司就说过 他们若是想看到的话 估计得等所谓的戏班培训完成后 才有指望 唉 好寂寞了 徐老七又是一声长叹 突然间 他看到一对穿着统一制服的孩子 跑入了街巷之中 卖爆的 徐老七一愣 这个点 怎么这些爆童都出来了 有大事 徐老七连盲策马赢了上去 好玩好玩 吴侯星座《西香记》预约中 太人间真男女难为知己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罕见长篇剧目 正在火热预约 徐老七赶上 喊住一名爆童 孩子 怎么预约呢 爆童一扬报纸 购买乐牙城海港股份 每股十两 每一万股 赠送未来首演票一张 爆童的话音刚落 在场许多人都是面色一变 徐老七也是摇了摇头 如此算来 十万两才是一张票 太贵了 爆童拉住老母马的缰绳 说道 这位大人 你不要弄错了 不是十万两买一张票 是十万两投资海港 是有收益分成的 首演票是赠送的 这张报纸我送你了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说着 爆童将手中报纸 塞入徐老七的手里 这是另一位爆童走过来 解释道 大人 我弟弟没有说明白 侯爷还说了 如果能邀请其他三人购买 就可以免费获赠一张首演票 大人是中金的老人了 理当认识不少达官贵人吧 随便找三家 应该不难吧 徐老七一听 还可以这样 他急忙翻看报纸 果然在显眼处 发现了这条规则 面上露出笑容 哈哈 如此就好办了 我这就去游说几位大户人家的小姐 说完 徐老七一拉马江 朝贵人居住的方式而去 只留下了一连串的马蹄声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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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楼之上 娇滴滴的小姐 在家中哭得梨花待雨 好不伤心 老父亲坐在一旁 看着掌上明珠 欲言又止 爹爹不疼我了 我就是想看戏 就是想看戏吗 老父亲叹了一口气 女儿 爹爹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们不是舍不得这十万两银子 是因为这背后涉及了河海之争 咱们家最好不要陷进去 可是风儿 羽儿还有米链 他们都有票了 就我没有 以后他们都看看过了 就我没看过 小姐红肿着眼睛 伤心道 老父亲一愣 你是说王家 刘家 还有周家 都买了那什么海港股份了 小姐点了点头 他们的丫鬟和敌儿说的 说他们 要跟着自己小姐 一起去东仓 偏偏就是我可怜 连带着我的小丫鬟 也跟着委屈 老父亲皱起眉头 这是一个红中大铝般的声音响起 是谁惹我家小珍珠哭了 老父这就去教训 那老父亲见到来人 连忙起身行李 喊了一句 爹 爷爷 小姐见到靠山 哭得更加凄惨 扑进了老人的怀里 爹 是这么回事 那家主将事情 一五一十说给老者 那老者胡子一扬 眼睛一瞪 看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糊涂 这跟河海之争有什么关系 我们家男男要看戏 咱们出点银子不就行了 什么河海之争 咱们家不知道 咱们家就是藤男男 懂了吗 家主似乎听懂了什么 爹 你的意思是 我们知识无侯 但是对外口径是 男男要看戏 放屁 老者气得骂了一句 能这么说吗 我们就是藤男男 明白了明白了 这样吧 我准备二十万两 给他娘亲也弄一张 不对 三十万两 闺女 那些丫头的丫鬟 不是跟着一起去东仓吗 爹爹给你把面子挣回来 咱们家 你带着爹儿一起进场看 小姐这才止住了哭声 虽然爹爹和爷爷 似乎有别的考虑 但是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谢谢爷爷 谢谢爹爹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景 北燕南飞 小来水染霜临罪 尽是离人类 折柳书院院守雅士中 孔天方反复迎送着这句小令 感叹道 陈落这诗词文章越发信手拈来了 这几句看似漫不经心 却又用几个字描绘出了一副送别之景 尤其是双灵罪这三个字 贴切之极 和后面那离人泪相呼应 海逸 你笑什么 田海逸回过神 微微摇头 我是想到那一句 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时有些恍惚 之前 女驸马的唱词我也看了 虽然说取调通俗上口 但却是稍训文采 这一次的 西香记 看来是文采斐然之戏了 愿手 我田家打算购票 要不要为你准备 孔天方一愣 随即笑道 你田家有人 难道我孔家就没人吗 田海逸面色有些古怪 孔家 也要下场吗 孔天方一脸疑惑 下场 下场做什么 我们只是去看戏啊 唉 陈落不当人子 戏本都没有的戏 一张票居然要卖这么贵 文人之耻 田海逸也笑道 正是 文人之耻 乐牙城 向己轩拿着手上长长的名单 望着坐在石墩上 吃着水果的陈落 有些汗言 侯爷 这些都要念吗 必须的 必须舌战春雷吗 小喇叭就靠你了 向己轩叹了一口气 浑身浩然正气鼓荡 拿着名单 舌战春雷 感谢吴州台城牧家 成为乐牙海港股东 感谢洛州庆安城田家 成为乐牙海港股东 感谢中金苏家 成为乐牙海港股东 感谢越州 东安城皇家 成为乐牙海港股东 感谢青州孔家 成为乐牙海港股东 碰 何不畏狠狠摔掉了 手中的茶杯 但是并没有遮挡住 外面的舌战春雷 王法呢 还有王法吗 何不畏大骂道 就由他如此全程舌战春雷吗 坐在下方的数位家主 微微摇头 何兄 平阳公主 说要专心祭拜 已经不接受任何外界的消息了 就连整个燕丘 都被阵法给封锁了起来 是啊 我等手中的官印也被封锁 无法动用官朔 否则启荣他们如此嚣张 此时 吕长乐突然轻轻说了一句 主委 刚刚播报的 已经是第六十三家了 我似乎听到 还有运河家族也在其中 吴侯 是在跟咱们抢大事啊 吕长乐话音一落 整个政厅疏然一惊 六十三家了 这么快 我好像还听到了孔家和孟家 何兄 拿个主意吧 何不畏正要开口 突然间管家冲了进来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何不畏皱眉道 慌慌张张什么样子 出什么事了 管家递上一张草报 老爷 您看 何不畏结果那张草报 才看了两眼 面色骤变 吕长乐走来 接过报纸 看了一眼 也是眉头锁起 吕兄 什么情况 有家主连忙问道 吕长乐叹了一口气 巫侯颁布第三批股份筹集 针对乐牙城所有人 承诺凡是购买海港股份之人 在东苍可以享受东苍子民一切福利 也能得到东苍城贡献积分的奖励 施恩怒声说道 那又如何 有我们三家盯着 我看谁敢买 吕长乐微微摇头 师兄 你还没明白吗 吴侯为何先以天下豪族的大事 压过我运河家族 就是为了让乐牙人 对咱们的联盟产生怀疑 夺走我们的天使 现如今 我们只怕压不住下面的人了 陈洛呀 小小年纪 人心已经被他玩透了 他们敢 施恩瞪眼道 就不怕我们报复吗 吕长乐摇摇头 怎么报复 报纸上说 针对乐牙城的筹集 完全保密 说着 吕长乐扫了一眼在场中人 不是我吕长乐小人之心 我看 等会散会之后 保不齐咱们中间 就有几位会偷偷联络 那位吴侯大人了 众人连忙白手否认 却彼此看着对方 眼中充满了怀疑 何兄 不能再等下去了 吕长乐又望向何不畏 咱们 该行动了 哪怕震慑一番也好 何不畏犹豫了半晌 似乎下了什么决定 点了点头 今晚午夜十分 行动 众人听到何不畏的话 一个个脸色肃穆 微微点头 一只小纸鹤飘飘荡荡 落在了陈洛面前 陈洛接过纸鹤 纸鹤里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今日午夜 海妖来袭 传音完毕 那小纸鹤话做了一团火焰 然后待尽 陈洛眉毛扬起 耐不住性子 我以为还要再等两天 毕竟 没有多少人偷偷来联系我 陈洛第二步 毁地利 见人和 此时一道身影 浮现在陈洛身后 正是物理涛 腰 腰 人道 道其乐 陈洛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月黑风高 杀人夜啊 第284章 陈洛 我只有一位大儒随行 乐牙城 平波码头 几个码头脚夫 鬼鬼祟祟的 凑到了货堆后面 警惕地左右观察 然后纷纷从怀里 掏出一张张被折得 皱皱巴巴的银票 递给其中一个领头的人 楚大哥 这是我那份 这是我那份 咋了半年呢 楚大哥 这是我的 就在此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都在做什么 众人一惊 转过身 就看到一个面容苍老的老者手 拿着汗烟袋 走了过来 爹 那楚大哥见到老者 低头喊了一声 其余人也恭敬叫了句 楚叔 他叫楚雄 是这平波码头的工长 在这些码头脚夫中 素有威望 虽然已经花甲年纪 但一身气势不减 他走上前 从自己儿子楚平波的手中 抢过那一叠银票 一张张看了起来 十两 十两 则则则 居然有张二十两 楚雄扫了一眼 这帮二十多岁出头的小伙子 看不出来啊 我手下都是些富家公子 楚平波上前解释 爹 这是他们存的钱 楚兄一个烟杆就抽了下来 打在楚平波身上 一边抽一边骂 我当然知道这些是他们的血汗钱 你个王八犊子 居然骗到自己兄弟身上来了 你知道他们要扛多少货 才能挣一两银子吗 你个王八犊子 你个龟儿子 你的小兔崽子 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 楚平波一边躲一边喊道 爹啊 别骂了 你把自己都骂进去了 你们几个 快过来拦一下 那些已经愣神的脚夫 这才反应过来 上前七手八脚地 将楚兄给拉住 楚平波一边揉着自己被打疼的地方 一边嘟囔道 爹 你可真行 除了自己 连以后的孙子也一起骂了 呸呸呸 楚兄往地上吐了三口 你个没良心的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欠了什么债了 跑来骗你兄弟的血汗钱 楚平波一脸无奈 爹 我再缺德 也不会骗兄弟的钱啊 你们几个 快帮我说说话啊 那些抱住楚兄的脚夫 立刻反应过来 纷纷解释道 楚叔 没有理 楚大哥是要帮俺们挣钱里 谢啊谢啊 楚大哥说 今年头十两 明年就收回来 还有利息 楚大哥说 保证挣钱 楚兄面色更加难看 举着烟杆 挣扎着要挣脱众人的拦住 嘴里大骂 我日你娘 这还不是骗钱 日你老了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都给我放开 我今天打死这个破玩意儿 楚平波也是一脸无奈 你们都解释了个啥 爹 是这个 这个 说着 楚平波从怀里掏出一张草报 递到楚兄面前 楚兄接过报纸 挤下死了个粉碎 你老子不识字 你少蒙我 楚平波看着漫天飞舞的碎纸片 欲哭无泪 又看到骂骂咧咧不停的楚兄 只能拿出杀手锏了 爹 我不是你亲生的 楚兄和众人都是一愣 场面一静 楚平波连忙解释 爹 那是乐牙海港的招股文书 上面说了 十两银子一股 到年底退还本金 然后每年收股息 这不就是不赔本的买卖吗 上面 可有吴侯的大印 吴侯总不会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吧 楚兄听到楚平波的话 这才稍微冷静了一点 左右扭动了一下 楚平波是意众人 众人这才松开 楚兄拿起烟杆 楚平波下意识就要跑 那楚兄只是在嘴上干作了一口 蹲了下来 真的 真的 你不行我再去找一张报纸来 楚兄往烟锅子里倒了点烟草 楚平波连忙点燃烟锅子 楚兄砸把了几下嘴 吐出了一口青烟 这才慢悠悠说道 把钱退给大家伙 这是咱们不参与 为什么啊 楚兄睁大了眼睛 爹 你是怕那几大豪门 没事的 侯爷说了 不公不姓名 只给个凭证就行 我认识人 可以偷偷接上头 楚兄招呼众人坐下 叹口气 你们啊 太年轻了 吴侯也太年轻了 真以为对付了几个豪门 就能把海港弄起来了 楚平波一脸诧异 不然呢 楚兄又做了一口烟嘴 咱们乐牙城的海港都被废弃了 那怎么 每年市面上都有那么多海货呢 楚平波一愣 看向楚兄 爹 你的意思是 楚兄用烟锅子敲了敲脚底板 海货的利益 你们也都清楚 所以 海港的敌人 除了路上的 还有海上的 我听一位大人物说 海上的那些人 背后站着咱乐牙城 不想招惹的大势力 所以 再看看吧 众人听到楚兄的话 也纷纷沉默下来 此时 楚兄又看向楚平波 还有另一件事情 爹 什么事 你个龟儿子 到底是谁的种 啊 爹 你听我说 我 爹 别打了 我是轻生 爹 我错了 爹 我 啊 何家府邸 何不卫独自坐在后院 自贞自饮 一个老妇人缓缓走来 何不卫连忙起身行礼 娘 老妇人点点头 坐在何不卫对面 淡淡说道 你联系你大哥了 何不卫给老妇人倒了一杯酒 让与管家去传了一封信 大哥前段时间还说在碧海闷的荒 想上岸走一走 老妇人喝了一口酒 说道 有什么危险吗 何不卫摇了摇头 根据回报 这一次 那位吴侯带了一位刚进击不久的大儒随行 想必是觉得乐牙城没什么危险 说到这里 何不卫叹了一口气 是儿子轻敌了 最先以为那位吴侯 无非身份尊贵了一些 名声大一些罢了 故而将他当作了普通的圣人弟子 以为他在大事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毕竟在当年 现如今的锦王 还是世子之时 也曾力保苍吾海运 合纵连横 依然未能如愿 但没想到他扬名不到半年 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自己就能制造大事 犹如下棋 我等虽然占据了先手 他却蛮不讲理 连哈数字 这一点 是儿子没有想到的 老夫人摇了摇头 不一样 锦王当年是要整条海运线 而这位侯爷 只要乐牙一地 受到的反击力度是不同的 那些内陆世家 自然愿意卖个人情 何不卫点点头 娘说得对 所以这一次 我才吩咐大哥动手 目的只是震慑乐牙城里的子民和家族 任他在乐牙城外大势如天 乐牙城内无人响应 便是一场空 毕竟 大哥手下的那群海妖兵族 每个家族都有份 老夫人微微点头 又说了一句 提醒一下你大哥 不要伤到吴侯 竹林一脉 有些不讲道理 你大哥正在晋级的关键时刻 需要不少资源 这次是毕以后 跟那些家族说一说 海货的分城我 何家要再提一程 让他们别忘了 是谁保住了 他们这条发财路 何不卫点头 这个自然 若是大哥能和娘一样晋级二品 我何家又能前进一大步 老夫人淡淡一笑 放心 你大哥虽然不是你的亲大哥 但只要我在 他还是会认何家的 儿子不敢瞎想 老夫人随意地摆了摆手 身影消失 何不卫这才抬起头 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娘亲果然更疼大哥呀 何不卫心中叹气道 到底大哥和娘亲才是一族 谁也不知道 那在海中翻江倒海的恶骄大圣 其实是他娘的私生子 天青月明 陈洛来到了乐牙城废弃海港的地方 一位大将打扮模样的人迎了上来 侯爷 你怎么来了 太危险 陈洛望了一眼对方 一下就乐了 这正是留守东苍城的20名百战大儒之一 陈洛再环视了一圈 其他正在仔细研究地形的大将 全是百战大儒乔庄的 二十位百战大儒 物理掏一口气 接引来了十八位 若是凑近 就能听到他们的议论声 与修海港完全无关 哎 那些海药能不能吃 怎么不能吃 就当是鱼呗 老夫跟你说 交罗一族 若不是成了盟友 我都想弄一条来吃了 听说有的有龙族血脉 会不会犯了云大儒的忌讳 这 怕啥 就说是城主请咱们吃的 有道理 陈洛装作听不到 他们故意传过来的声音 走到了一座高大的石碑前 那石碑的一面 密密麻麻刻着各个家族的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 都有一幅图案 这是各个家族的族印 一般未经允许 使用对方的族印 那就是接下大仇了 所以 有族印捐刻 也就表明了 石碑上的各家族支持的真实性 向几轩坐在石碑旁 看着陈洛 嘶哑着喉咙 说道 侯爷 这里交给我们 您回去安歇即可 陈洛抬手指了指天 向几轩知道 这是物理掏在 暗中守护 也不再多言 陈洛抬头望着那高大的石碑 叹口气 乐牙城中有大如十六名 其中二品三名 怎么会任由那 恶骄兴风作浪呢 向几轩知道陈洛这话 并不是问自己 他看见陈洛身后 那个带着斗笠的陌生人 这斗笠之下 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其一 大海广阔 那恶骄不敌则逃 无人敢深入碧海追杀 其二 人心不齐 都是自己家族的镇族老祖 谁又愿意出死力 其三 那恶骄身负苍龙血脉 涉及苍龙一族 谁也不愿意得罪 其四 利益使然 苦百姓而乐豪门 有何不可 即便我家 也从中获益不少 陈洛倾笑一声 斜眼看了看身后这人 你倒挺敢说话的 这么说 我是被你们拿来当刀了 那人微微躬身 恭敬说道 侯爷天下名气 将来要辅政乾坤 我等可不敢执 只是恰逢其会 那一见侯爷的争容 是我等三生之幸 嗯 陈洛点点头 会说话 你就多说一点 就在此时 一道乌云遮住了明月 大海上的浪涛之声 急促了起来 向几轩站起身 望向黑暗的大海 说道 来了 第285章 无他 尾嘴熟二 海浪拍打在海岸线上 越发显得急促起来 海风向一匹 松开了绳索的马鞠 越发放肆 那本就湿润的空气 又朝冷了几分 一股大海特有的气息 顺着海风 就仿佛灌酒一样 冲进了鼻腔 楚雄站在码头高高的望台上 抽了一口汗烟 叹了一口气 海妖 来了 楚平波捏紧了拳头 如今在码头求活计的人 越来越多 挣的银两却越来越少 若是海港一开 能活多少人 这帮该死的海妖 楚雄摇了摇头 这些 哪轮得到我们这样的 生斗小民来议论 乐牙繁华 繁的是豪门 华的是世家 他们是人生 我们 只是求活 楚雄叹了一口气 平波 此事之后 你去东仓吧 我听贵人说 在东仓 我等小民 也有一跃而起的机会 在东仓 背景再大大不过吴侯 身家再强强 不过本事 我不求你飞黄腾达 去了以后 跟咱们楚家留个希望 楚平波听着父亲的话 干脆点了点头 父亲虽然目不识钉 但是活得通透 世事看得明白 他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陈洛急目远眺 似乎有一道黑油油的 城墙一般的巨浪席卷而来 天空中乌云滚滚 几乎遮住了所有的月光 陈洛突然开口 问道 我一直有件事情很好奇 他身后那斗力人说道 侯爷请说 乐牙城好歹是皇家封地 城主府对这些海妖 一点应对之法 也没有吗 陈洛淡淡说道 你们也说过 那领头的恶交 不过是三品修为吧 豪族不愿出力可以理解 城主府自己也不愿意出力吗 那斗力人苦笑了一声 连海港都没了 我乐牙城 为何要与海妖拼死 只要他们不伤人习城 城主府自然就不用管了 更何况 每当城主府要出手的时候 总有人通风报信 一来二去 城主府也就没了讨伐心思 听说这一头恶交 还有苍龙血脉在身 谁知道 杀了会有什么麻烦 所以 陈洛心中叹了一口气 果然 即便是个仙侠世界 到底还是封建社会 海拳啊 一点海拳意识都没有 他记得大旋律中 似乎有关于海洋疆界的划分 不过似乎没有人在意 就在陈洛心头胡思乱想之时 一滴雨水落在了陈洛的脸上 下雨了 陈洛抬起头 释放出红尘器 隔绝倾盆的雨水 再次望向前方 此时那巨浪已经清晰可见 浪头上 浪头中 都有无数海妖的身影出没 嘶 这些海鲜 看上去一点也不用人 与此同时 身后数十里外 一道道人隐符陷在乐牙城上空 一位老者蛇战春雷道 海妖来袭 避紧门户 说完 一道家国天下的虚影凭空浮现 落在乐牙城上 其余的大儒也纷纷运转正气 召唤出各自的家国天下 将乐牙城团团护住 那之前说话的大儒 看向海港方向 再次说道 陈吾侯 海妖是大 尽城暂避吧 陈落幕试着那说话的大儒 此时他身后那斗笠人传音道 侯爷 那是诗家大儒诗员 陈落看了一眼向几转 向几转一挥手 一道声若红中的竖法 落在了陈落身上 陈落张口说话 深传百里 使得乐牙城全城都能听到 诸位 海妖公然呼风唤雨 习我大悬海岸 你等只愿意闭门关窗 如此行掩耳盗铃之事吗 诗员笑道 陈吾侯 莫不是要我等帮你去守那废弃港口 实在抱歉 恕难从命 此时另一位大儒接话说道 乐妖大圣与乐牙城早有协定 他一不习城 二不伤人 只是海底带闷了 上岸走一走 一夜风雨而已 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海港就可能有些麻烦了 陈落与几位大儒的对话 传遍乐牙城 乐牙城的居民都听得真真切切 哎 看来那什么海港 真的办不起来啊 我还以为那么多世家支持 一定可以呢 幸好没有去买那什么股份 说的也是 要是能办 不早办了 吴侯虽然厉害 但毕竟年轻啊 听说那个恶骄大圣厉害得很 一口就能吞掉一艘三层楼高的大船呢 真的 那么厉害 难怪大儒都不敢出城 算了算了 我们管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了 想什么大事啊 此时 陈落眉头皱起 大悬绿游仔 碧海海域 竟为我大悬疆域 而等大儒 身负守土之责 竟然任由海妖来去 枉为大儒 数十年精益 一肚子道德 怕是都为了狗 我陈落今日赠施一手 不用客气 苦修精益数十载 道德满口张嘴来 低头收尾做败犬 乐牙高挂免战牌 陈落话音刚落 那月牙城各种顿时响起了愤怒之声 放肆 小儿住口 气死老夫爷 闻人之耻 燕秋 平阳公主听着那满城的传音 微微醋眉 轻衣 这个陈落 是不是在骂本宫 她给的计划里 可没有这一段啊 怎么连乐牙城一起骂了 要说守土职责 本宫才在最前面啊 说得好像本宫没出力一样 要是没有本宫 她那批大儒能那么轻易 瞒过城中的豪族吗 没有本宫 师父他们家 会暗中和她合作吗 一直跟在平阳公主 身边的女官笑了笑 她是骂那些大儒 怎么会骂公主呢 公主 你敏感了 平阳撇了撇嘴 本宫就觉得她故意的 这话里肯定有话 哼 下次不给她好脸色了 陈落一口气骂完 觉得心里舒坦了一些 不知道平阳听到了没有 她冷冷听着 厄牙城中传来的大儒叫骂声 耸了耸肩 就这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 真是不刺激 转过身 那海浪已经很近了 此时 巨浪之后 又有一道海浪升起 海浪之上 有一个身高丈许的海妖战笠 她长着一颗鳄鱼的头颅 身上 被青黑色的鳞片包裹 唯独尾巴上是光秃秃的 这正是恶骄大圣 那恶骄大圣的凹陷的眼睛 也看见了陈落 张开嘴 带着一丝不自然的音调 怒吼道 人足 闪开 本圣 今日要将这暗眼的码头拆了 随后 恶骄仰头狂笑 声音传进了乐牙城内 今日我恶骄再说一遍 此地海域 片板不得下海 乐牙城内 那些大儒停止了贺骂陈落 转身传声道 乐骄 我等未有下海之意 此事不要牵涉到我乐牙城 正是 那废弃港口 你要拆就便拆了 你还是和陈无侯好好说说 劝他放弃开海吧 呃 骄哈哈一笑 本生自然会好好说一说的 此时 那巨浪中的海妖大军 近在咫尺 陈落轻轻叹了口气 好良言难劝 该死鬼啊 陈落最后一次声如红中 乐牙城子民听着 城内大儒高挂冕战牌 你乐牙城的尊严 我陈落帮你们挣回来 东苍城 战 一语落地 瞬间一味味百战 大儒摘下了头上的斗笠 解开了身上的缩衣 东苍城大儒 向济轩 来战 东苍城大儒 吴一航 来战 东苍城大儒 雀永昌 来战 东苍城大儒 图文伯 来战 随着每一道蛇战春雷响起 一道道浩然正气形成的青色光柱 直冲云霄 啊 一道道青色光柱直冲云霄 在黑夜中散发出道道威严 一时间月牙城满城哗然 原本躲在家中的居民 纷纷走了出来 他们抬起头 就看到那一根根正气光柱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位大儒 我 我的天 吴侯 吴侯 此时 一个小小的人 看着天上的光柱 突然攥拳了小拳头 东苍城 碧 盛 随即 这稚嫩的声音 立刻得到相应 东苍城 碧盛 吴侯 敢死那绑海妖 我兄弟就是被他们杀了 吴侯 明日我就发卖家宴 北上东苍 东苍 东苍 此时此刻 天空之上的众乐崖大儒 也纷纷愣住 怎么可能 东苍怎么来了这么多大儒 喂 要不要出手就恶妖大圣 找死啊 你 不对 是平阳公主出手了 不然这么多大儒入城 我们没可能不知道 该死 小看那个妮子了 乐牙城那边什么反应恶骄 不想去知道 但是他现在感觉 尾巴有点软 不是说陈洛 只是带了一个大儒的吗 这是乐牙城 针对自己的陷阱 他能感觉到 那二十个大儒 和乐牙城那些臭鸡蛋大儒不一样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带着浓厚的血气 百战大儒 恶骄大圣舔了舔嘴唇 哈哈一笑 区区幻想 以为能下到本圣吗 孩儿们 随本圣上 说着 尾巴一甩 顿时 巨浪翻涌 那无数的海妖 被巨浪席卷到海岸之上 听到恶骄大圣说到 对方只是幻想 海妖也不宜有他 反而一个个 朝着重大儒冲去 一道道家国天下落下 将海岸线封锁 镇压无数海妖 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恶骄大圣浑身的妖力 一放而出 身后出现了一道苍龙虚影 一道道巨浪 奔涌朝岸上冲去 随后 恶骄大圣往海中一钻 就打算逃跑 可就在这一切发生的瞬间 五位百战大儒 穿越了打向岸边的巨浪 每人取出一块墨石 扔入大海之中 那大海寝客间化作墨色 五位大儒合力向上一提 一天墨海就从大海中 仿佛食物一般被提了起来 随后墨色退散 就见到那墨海内恶骄大圣 正在奋力原地游动 大儒神通 化将墨守 五位大儒向中间一推 那墨海之水 被压缩到极致 仿佛一道束缚 套住了恶骄 恶骄此时被大儒包围住 面如死灰 陈无侯 此事是本圣鲁莽 本圣向你赔罪 陈无侯 放我离去 我从此不入碧海 陈落摇了摇头 杀了 陈落 本圣身负苍龙血脉 你敢杀我 陈落微微皱眉 等一下 我自己来 说着 陈落从储物令中 拿出胶落一族 刚刚打造的一柄良品大刀 尾龙也算龙吧 陈落高高举起大刀 那恶骄感受到 陈落浑身充沛的血气 心头发颤 高呼 阿娘 救我 就在此时 乐牙城内 一道龙银突然响起 紧接着 一条身长数十丈的蛟龙 腾空而起 扑向陈落 那龙口中发出了人声 陈无后 我等是苍龙一族真龙之后 此事作罢 我母子二人 返回远海 几乎同时 乐牙城又是一片惊呼 那 那是何家的老祖 他 他是恶骄的母亲 原来 他们是一伙的 何家 还我妹妹命案 天空中的仲大儒 也是脸色古怪 妄想站在 何家府宅中的 何不畏 何不畏 常常叹了一口气 果然 娘还是更爱大哥 没有去管 乐牙城内的事情 陈落似乎 对这条蛟龙的出现 并不奇怪 冷哼一声 怎么 你们打不过了 说一句不打了 就想回家 口口声声不伤人 城主府给我的情报里 最近三十年 至少有万名人族 被你们所害 恶骄大喊 与本圣无关 是下面那些海妖座的 陈落摇摇头 不着急 都有份 先从头杀起 说着 陈落大刀麾下 一道寒光闪过 硕大的鳄鱼头 冲天而起 不 蛟龙大喊一声 你居然敢杀我 你居然敢杀苍龙血脉 我要你陪葬 那蛟龙的手爪 猛然朝着陈落伸去 陈落回过头 就看到那尖锐的龙爪 在瞳孔中迅速放大 突然间 一道翠绿的光 从天而降 直接刺穿了 蛟龙伸出来的龙爪 将其钉在地上 原来是一只翠绿的竹杖 一道仿若高山般的 庞大身影浮现 这身影 一只脚踏在海水中 那海水 也仅仅只是 淹过了他腿部的三分之一 乐牙城中的人 吃惊地望着这一幕 就仿佛看到了 一个晴天巨人一般 那黑白交错的脸庞上 带着一道 深深地不屑 一品大胜 是一品大胜 竹林物理 这是竹林的物理一族 顿时有大儒 认出了这道虚影 此时陈洛 也吃惊地望着那巨大身影 原来这才是 物理师伯的本体 物理涛府下身 将被钉在地上的蛟龙 握在手中 那数十丈身长的蛟龙 此时在物理涛真身手中 就仿佛是一只小蛇 物理涛翠了一口 藏龙血脉又怎么样 老子又不是没杀过 说着 双掌用力一扯 那条二品的蛟龙大胜 瞬间被死扯成了两半 龙血如雨 物理涛身体迅速缩小 最终化作常见的体态 出现在陈洛身边 腰 腰 好 好了 陈哥一愣 是不 之前你说那句 苍龙血脉又怎么样 老子又不是没杀过 为什么不接吧 物理涛挺胸抬头 无他 围嘴 嘴 嘴熟 熟儿 好家伙 你到底杀过多少 就在此时 那被镇压在 大儒家国天下的海妖 突然一个个爆炸开来 陈洛望向那些大儒 重大儒微微摇头 表示不是他们做的 物理涛瞳孔一缩 他看到那被撕成两半的蛟龙尸体 缓缓化作了黑气消散 苍 苍龙神 神通 龙 龙魂 魂性 星波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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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